来咯来咯,小鱼又来带大家吃瓜了,没错,就是我们狂客的昔日CP5垒,赵鲁斯,在去年圣诞节时,他俩就因为圣诞节这天有同款圣诞树,疑似正在热恋中,就连一旁的窗帘都差不多,于是有了二人同居的猜测,但其实吧,这款圣诞树是很多艺人都在使用的,而且从大小,排列方式等各个细节上,都在使用。 两人的圣诞树根本不是同一个,所以吴磊,赵鲁斯这也只是一个巧合罢了,但这回却要彻底实锤了,就在近日小鱼看到赵鲁斯吴磊一同现身,头戴情侣帽有说有笑,就在小鱼疑惑小情侣要去干嘛时,又传出了一组一同现身古城的背影图,本以为是不是剧情需要,在现场取景,但旁边并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跟随, 两人行为举止也格外亲密,看来一定就是小情侣在约会了,这场景真的是小鱼能看的吗?太炸裂了,小情侣是不是出门望官宣了? 其实从《星汉灿烂》播出后,小鱼就开始嗑他俩了,谁看了《星汉灿烂》不说一句,战功赫赫的拢面将军,安妮娇俏柔弱的城市敌女,这对CP真的太好嗑了。 在剧中,除了超强CP感之外,吴磊的演技更是性张力十足。 于世纪破碎感、脆弱感、男友力之后,内娱热搜又卷出了新词汇,苏感男友。 从看他长大到科他CP仿佛只是转眼的时间,曾经的三十弟弟又是从什么时候,悄然成为芳心纵火犯的呢? 咦,事实上,在之前的古偶剧《长歌行》中,吴磊就已经凭借霸气又不过分玛丽苏的阿施勒森一脚,斩获了不少网友放心。 《长歌行》里阿施勒森,仙衣弄马少年狼,勇猛善战,就像草原上的野狼,狠力决绝而又意气风发。 无论是对母亲的孝顺,对殷师兄弟们的意气,对中原百姓的人爱等,这些丰富的情感都被吴磊演绎得十分丰满。 而在《新汉灿烂》中,得益于他有棱有角的硬朗面容与身材气质,与剧中少年将军的设定极为契合。 吴磊所饰演的林布宜身份是一位冷面将军,五一高强,地位尊贵。 而这样的霸总设定背后,却还有背面门的惨暗线,活脱脱的美惨墙。 在剧中,吴磊的演技将林布宜的硬币,供于全数刻画的淋漓尽致。 在杀小人,抱血仇的时候,他步步紧逼,聚聚气血。 他活得孤独且坚毅,看起来高傲冷漠。 但在与成少上的相处中,他开始变得柔然温和,渐渐卸下心房。 在和成少上的互动中,你躲,我抱,男友莉麦克斯。 剧中吴磊所展示的令人哇塞的健身成果,更是让让无数科学家直呼,吴磊真的长成了梦想男人的样子。 在花絮中,吴磊时不时就来一下看起来毫不费力的蓝腰豹。 甚至在背着赵露丝的时候,放开双手,仍然能牢牢地稳住身形。 试问这样一个性张力拉满的角色,谁能不心动呢? 在一众公主抱戏找替身的男演员中,实在是一股清流。 于是乎,在如今,吴磊的社交评论区下,随处可见一众网友们眼冒绿光地蹲守着,口径从妈粉,结粉纷纷变成了女友粉。 二,其实在此之前,作为优秀的童星代表,吴磊也贡献了不少经典的主角少年形象。 从风神榜之凤鸣奇山的小哪吒,到淘气包马小跳的小少年马小跳,再到狼牙榜的执拗小飞流。 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,但这也使童星标签也成为了他最不可被磨灭的记忆点。 然而在小飞流之后,吴磊似乎就再也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了,甚至一度被全网巢围烂片小王子。 和梁家辉,刘嘉玲主演的阿修罗,上映三天撤当。 网友的观后感是,我看完阿修罗回来了,有幸,我还活着。 有人说他旷死在三十弟弟标签里无法转型,并直言他的感情戏一度让人看起来有种满满的违和感。 甚至在剧本改变和《浮花道双铺》的《兜破苍穹》播出之后,吴磊还被记者直接询问道, 感觉你还是和飞流一样的小孩啊,怎么突然演起感情戏了。 吴磊也只是淡然微笑着回答了五个字,你会习惯的。 这样的瓶颈期让吴磊更爱惜羽毛,也让他开始审视自我,思考未来要迈出怎样的脚步。 在淡出演艺圈的日子里,他坚持健身进行形象管理,为进入剧组进行一个月的马术训练。 在剧集播出后,这一幕仙衣怒马少年狼的画面确实也惊艳了一众路人。 没有纸粉器,是吴磊身上一种难得可贵的特质。 在他的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少年感与成熟两种气质恰到好处的柔和,毫不突兀。 而敬业的演艺态度,在如今的被抠图,特效所填满的影视界中,更是显得弥足珍贵。 三,回到公众视野后,大家恍然发现,记忆中那个脸颊肉嘟嘟的小男孩,早已蜕变成了一瓶一笑都很有故事感的少年。 但比起荧幕上的闪耀,很多人却也更喜欢私下的吴磊。 在娱乐圈,提起情商高的青年演员,大家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必然是吴磊。 在被问及《星汉灿烂》中的公主抱镜头是否是健身成果的体现时,她回答, 我只是具备成年男人正常的力量,她很轻,抱起来很轻松。 在一起为新剧《旋风少女》做宣传时,主持人提起谭松韵,和她年纪相差,九,岁的事。 吴磊则是温和地笑着解围,对,相差,九,岁,我,十五,岁,她,六,岁。 在和彼大自己七岁的迪丽热巴拍摄情侣戏时,为了化解热巴的年龄焦虑, 吴磊对她说道,没事啊,你嫌小,我嫌老。 有趣的回应,总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舒适与自然。 这样,从骨子里散发出温柔气息的吴磊,让人怎么能不喜爱呢? 当脱离了演员这一角色时,又会发现,她在温柔之下,其实还留存着一骨子少年气。 在她的微博中,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,而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明星。 吴磊在片场的草丛中,捡到的一只被人遗弃的小土狗,占据了她无数社交平台照片中的C位。 在上班拍戏的间隙,她又无聊分享了自己一段长达90公里的奇遇。 骑行路上遇到公路上闲逛的大鹅,她会快乐地学一声鹅叫后,又为鹅担忧,好危险啊。 会在拍到正在准备降落的飞机时,感到兴奋不已。 这次之后大家都叫她,真尽将在逃男主。 而与骏朗外表形成反差的,还是吴磊私下搞笑男的属性。 拥有明晃晃八块腹肌的草原猛男吴磊,有时候还精通一些奇奇怪怪的流行网络梗。 新汉灿烂拍摄时,吴磊手握激光笔,亲自下场抓带拍,画面一度中二又滑稽。 带拍人员更是直呼,惹不起。 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,保持真实,实在是个不义坚持的姿态。 但在吴磊身上看到的,是始终如一的真实感。 他毫无包袱,肆无忌惮地享受事业与生活,又恰到好处的温柔对待周边的事物。 面对非议,他不急不挠,厚积勃发,行稳致远。 不去过分为了留下什么,也永远在前行的路上,勇敢而无畏,坚定而温柔。 认真扮演着角色,也有着纯粹自由的生活方式。 这样的演员吴磊,请继续走花路吧。